也有人呢会在社交媒体揭露一些 餐厅服务卫生 还有服务很差的事情 把它通上网 希望引起有关单位的关注 还有改善 最近呢有网友在念子书的群组的控诉 自己在光临雪州普总的 一天 专闯 而且是 原来她是每天都 排长龙的店家 时 在大小面包当中发现了 这家店除了卫生情况不好之外 她觉得 她是人觉得这种服务性的不理想 于是让她全都仔细 才会选择在念子书上发尾训 而这个贴管上闪之后 马上就在某个面前一起 她说 炸开了锅 引来有很多 有很多有共同经验的网民留言说 他们也曾经在那儿上 有可产生的 以后的网友在专门体验 包括 虾面的下这个新鲜 他们下去的时候感觉 虾面的下这个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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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对面包里出现 蟑螂的这件事 相关的创听 今天在念子书发本高 向市主道歉 并且坦诚这次世界确实是 他会疏忽 人生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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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开除了 处理面包的远攻 还原谅 人生的同胞 其中除了面包内 发现有蟑螂之外 在马优霞 有一个妇女 在社交媒体验 他们开始控诉 上个星期 他在当地一家 奥基士团餐厅 点了一盘 跑出水面 但是当他判断 的打击者 在这个时候 竟然发现 任何查识里面 被打击 他很清楚 看到那需求 都在蠕动 光是用响 都觉得很反应 妇女宣称 其实当下 他又马上告诉 餐厅业者 炸鸡里面有虫 但是业者没有道歉 因为他在这边 就是真的 也许不然 在这边 那里面包启 你表示 这家餐厅 已经不 我再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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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许不